大家好,我是阿勇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蒜蓉油麦菜的做法 这道菜简单还好吃 可是很多人掌握不住这道菜的精髓在哪里 下面我就把其中的诀窍分享给家人 首先准备一把油麦菜 用刀切去油麦菜的根部 切去根部后的油麦菜 用刀切成5公分左右的段 切好段的油麦菜放入到水中 先散泡10分钟 这一步是为了让油麦菜的草酸更好的挥发出来 降低油麦菜的厚苦味 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不用散泡 10分钟后 清洗干净后的油麦菜 装入到盘中备用 下面准备大蒜数个用刀拍碎 拍碎后的大蒜用刀 我们把它切成末 切好末的大蒜末 我们装入到碟子里面备用 起锅加水 水开后倒入油麦菜 焯水30秒后捞出 千万时间不要长 我们起锅放油 油要多倒一些 油温5成6的时候 放入切好的蒜末 清香后倒入油麦菜 这时加入盐两克 白糖两克 鸡精一波 大火迅速翻炒油麦菜 翻炒后加入少许的清水防止苦底 再加入少许的花椒油 翻炒四下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个里面注意的是一定要大火翻炒 不用加淀粉水 这样一道香蜂焚的蒜蓉油麦菜就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呀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关注点赞阿勇每日小厨 阿勇将每天带给您不同的美食分享